就是咱俩谈恋爱那前 然后你老逗我 你说带我去旅游去 结果溜达溜达就溜达到你家后山上去了 然后 然后你就爬那梨树上 把那最好吃的梨给我摘下来了 哎呀 那个梨啊 咬一口酸 第二口甜 第三口酸甜酸甜的 可好吃的呢 第四口呢 倒壶了 你赶紧给我找梨去 我明白了 媳妇 闹了半天你想吃我爸种的那个梨啊 那没出整去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我爸现在种不种那个梨 我都不知道了 钱师傅 我也非常肯定了 你已经不爱我了 要跟以前你找就去 给我找这个梨去了 不是 我告诉你 钱师傅 你要这样生的 我就带肚子里的孩子回娘家 你回吧 你回吧 老虎不发威 你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你回娘家吧 你这儿不就是你娘家吗 钱师傅 你不用跟我嬉皮笑脸的 你要不给我找着梨 我是让你给我回娘家 不就是我爸种的梨吗 肯定整了 你放心吧 刚才我有个朋友 还给我来电话呢 说明天从老家来 你放心 我让他给你带点来 真的吗 老公 你真好 把嘴收回去 找不着梨 我跟你说害得回娘家 上哪儿给他整着梨去 酸的甜的 还长一块的 什么呀 我赶紧打个电话吧 哎呀 喂 哎 超市吗 哎 你抓紧时间 你找个人 你给我送一箱梨来 挑大的啊 挑好看的啊 赶紧赶紧赶紧的 妈呀 这也太快了 空头的 这肯定是快递小 快递小哥赶紧进来吧 哎呀 我的天 太快了 快递小哥没来 快递老哥来了 哎呀 爸 哎呀 爸 爸 你咋突然来了呢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见阿姆丽的 想吃我种的梨 我今天 就给他送来了 爸 你神了吧 刚才二米一坛 给我矫情的 说非要吃 你种的那个梨 说要整不了这个梨 他就回娘家去 是吧 看来爸是你的救星 爸 谢谢爸 赶紧 刚洗完了在家 赶紧给二米一坛吃 等会儿爸 我说你妈 爸呀 我记得我小时候 你种的梨挺好看的 怎么买瓜裂枣的呢 早就跟你说过 这梨好吃 不在乎的外表 长得多好看 懂不懂 这个环保 是老爸亲自上的农家肥 绝对是绿色水果 真的 吃吧 放心 爸呀 我爸亲自施的肥 爸呀 这个好像有点不卫生吧 你儿媳妇现在正怀着孕的 算了 不让他吃了 怎么可能不卫生呢 农家肥 农家肥 不是你想象的农家肥 啥呀 就是鸡粪 鸭粪 猪粪 不是我的粪 爸呀 你这粪粪的 你听着都恶心 恶心啥玩意吗 吃肥的技术 你忘了 你农村长大的孩子 就是梨花没开的时候 梳根底下 吃点农家肥 不是驴长这么大了 忘了梨这么恶肥 懂吗 明白 这我还能不明白吗 根吸收那个肥 然后转化到果子上 对呀 那是不是也不太 那个啥 你孙子吃了是不是发育不凉 怎么可能发育不凉呢 你奶奶怀我的时候 吃的就咱家梨 你妈怀你的时候 吃的也是咱家梨 咱俩发育不挺凉的吗 爸呀 那咱爷俩就更不能吃了 为什么 你看咱爷俩这个头 是不是吃梨吃的 滚一边去 没展开呀 我跟你说啊 顺风啊 爸没展开的原因随你爷爷 你爷爷就没展开 你没展开的原因随爸爸 你也没展开 所以说你哪来那么多的废话 赶紧来吃就得了呗 行了 我在梨的时候蹭了一脸灰 我洗一脸去啊 我明白了 我爷爷就是吃这碗儿吃的 生出我爸来 生出我爸 我爸长得跟梨似的 哎呀 我爸又喂我这个 吃这个生出我来 跟个小土豆似的 让二米粒吃 那我儿子生出来 不得跟个樱桃似的 这可不行 你说我爸也是 我们老家离这三百多公里 你多带点啊 你带五个 这回是快递小哥 快递小哥自个儿进来吧 哎呦我这 钱哥您订的梨 来来来来来 哎呀 搁这边搁这边 谢谢啊 都洗干净了 放心吃吧 好嘞好嘞 洗干净了啊 麻烦了啊 谢谢谢谢 哎呀 这就行了 哎呀 哎呀 看这大梨 看这 哎呀 我爸也好意思管他 叫梨 哎呀 这人一看从形象上 这就是姚明 这就是潘长江啊 叫我儿子吃 我儿子肯定吃姚明 潘长江 潘哥 你藏一会儿吧 哎呀 我还是给他搁起来吧 哎呀 他别在这吃 哎 刚才我听到门链响了 谁来了 哦 爸来了 爸来了 对 他怎么来了 你不是刚才说要吃梨吗 爸怎么知道我要吃梨呀 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哎呦我的天哪 你爸是草草 我说到就到啊 太幽默了 快吃吧 都洗过了 不是 你爸种的梨 长 长那么大了 啊 那个 谁 洗头上 来来来你坐 听我解释啊 你吃我爸种的梨 是不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 对呀 哎通过这个梨数年龄的增长 这个梨也不断的增大了 啊 那要是这样的话 你跟你爸随着年龄增长 怎么没长大的呀 吃梨吧 哦 哎呀 多长时间没吃着了 快吃吧 吃吧 哎呀 好吃吗 不是这个味儿 咋不是这个味儿呢 真的不是这个味儿 我怎么跟你形容呢 这梨的那个味儿吧 就是你家 就是家乡的那个味儿 你懂吗 你再吃一口 再吃一口品品 仔细品品 哎呦 嗯 还不是第一口 我的豹汁 媳妇 你这么点 你把这一箱全吃了 肯定能品 我上班了 吃了 我顾了 这谁长 太难吃着这梨啊 爸 吃爸给你拿的梨了 对 爸这梨你拿的啊 哎呀 好吃吗 那要你拿的 那好吃 好吃怎么苦大抽身的表情啊 不是 那阿明这哪是苦大抽身呢 这完全是幸福的表情吗 这幸福的表情咋还有眼泪呢 就是幸福的就是到了极致了 喜极而泣 哦 喜极而泣 那也说这个好吃呗 好吃 确定挺好吃啊 好吃好吃 啊 好吃 那就下回爸再给你多拿点 好嘞 哎哎哎 爸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要说实话 你可别急眼 就你拿的梨 好难吃 不对 绝对不对 这绝对不是我拿了的梨 钱师傅 回来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梨 哦 这个梨啊 拿错了 哎呀 这是我都小卖部买的 哎呀 这爸 你买的梨在这呢 哎 这是爸种的 你看 爸种的梨 大便 这不好吃 你这能吃吗 这个 儿媳妇 你尝尝这个梨 来 哎呀 爸 就是这个梨 就是这个梨 我多长时间没吃着了 就是这个梨吧 尝尝尝尝尝尝尝 在那样有点小山寸 想要小山寸 我最辣辣的爱 太好吃了 变完 停停停停停 阿姆尼的 别嘚瑟 你肚子里我孙子 啊 爸爸 不是我要嘚瑟 是你孙子要嘚瑟 我控制不住 继续嘚瑟 哎呀呀呀呀 行行行 行了 行了 你别嘚瑟了 这种孩子呢 快吃吧 快你吃你吃 画好喝 画呀 看阿姆利子 这么爱吃你种的梨 你多带点呗 你带五个 你这才口口饿了 你爸是啥人 你不知道吗 我能带五个梨吗 那不是五个吗 我今天上树上栽了五斤梨 五斤梨就五个呀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啊 我带来这五斤梨就上了大巴 结果碰着咱村子老赵了 老赵跟我说 哎呀大哥 我太爱吃你家那梨了 你让我尝着行不行 那么大 就是好容易沾回嘴 咱那好意思拒绝 我说你吃吧 别客气 这老哥的好 走一路吃一路 走一路吃一路 结果到地方 就剩了二斤半了 哇他吃二斤半呢 是的 我拿着这唯有的二斤半的梨 就赶紧往你家撩 刚到小区门口碰着二秃子了 二秃子 二秃子不出国了吗 回来了 他看见我就跟我说 钱叔啊 我终于把你逮住了 你知道吗 我在国外整整三年 我只想三件事 第一想我爸 第二想我妈 第三就想你种那个梨 今天 说什么 你要把你这个梨卖给我 我说不能卖 这是给我二媳妇带的 他不行 我给你五百块钱 你要卖给我 我说不行 这是我给二米利带的梨 我 爸 我给你这点 你太仗义了 为了你二媳妇 五百块钱 你这梨都没卖啊 我傻呀不卖 卖了 爸 你要卖了 这五个梨哪啊呀 对啊 卖完我就后悔了 我跟他说 我说你这样 他云我几个梨 他死 我不给我 我说这样 啥话别说了 我出五百块钱 买你五个梨怎么样 不是他卖了没有啊 他不卖 你看 死货都不卖 我就把他五百块钱 塞他兜里了 我抢过五个梨就跑 这样你想想 二徒的事也解决了 二米利的事也解决了 你说爸肩不 肩 爸呀 二徒的花五百块钱 买你二斤半里 对啊 把你回手花五百块钱 买了五个梨 对啊 我花他的五百块钱 买回我自己的五个梨 我都佩服自己 我老奸了 那五百块钱搁哪呢 在二徒那呢 二斤半里搁哪呢 也在二徒那呢 那你不赔了吗 我怎么能赔呢 爸呀 我幸亏是没随你啊 随了你我做生意就得赔梅喽 儿子 你听我说啊 你说啊 你不会算这个账 你算算 我是花了二徒的五百块钱 买回我自己的五个 赔了 我绝对赔了 又是赔了吗 我不赔 一点都不赔 啊 我哪里刚好转身走 二徒都跟我说 叔你别跑 我送你两瓶酒 你没事尝两口 我看看我看看 爸呀 这回不赔了 嗯 二徒都送你的酒是好酒 盘掌柜 对 哎呀 爸呀 行了这行了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这啊 二徒的鹦鹉啥 费用五百块钱 买你二斤半梨呀 咱这是什么金梨呀 你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呢 这不是咋回事啊 我就特别能理解 二徒的心情 人家什么梨没见过呀 什么梨没吃过呀 为什么偏偏就喜欢吃 咱爸种的这个梨呢 鹦鹉啥啥呀 这个呀 就是一种情怀 知道吗 他想吃的是家乡的味道 懂吗 跟我是一样一样 我爸呀 这梨是真好吃 你还能够整点吧 啥呀 这孩子 你爸这么大岁数了 三百多公里给你带来的 你没听爸说吗 没有了 明年咱再 有 有 我只是把我能够着的梨栽下来了 爸爸 爸爸 你刚才说 你把你自己能够着的栽下来了 那没够老子梨 你还在树上挂上的呗 对呀 前身份 那树上的老鼻子梨了 不是不是 别别这我有点懵了 怎么树上还有老鼻子梨呢 因为咱爸哥太高了 你赶紧把车钥匙给我 车钥匙干啥呀 不就三百来公里吗 一脚游的事 我现在就开车就去 我蹲在树上 把咱爸够不着的梨 我全造他 再见 不是 哎呀 谢海 我好像听明白了 爸呀 二本琳太幽默了 你听他说啥没 说你哥太高了 谢海 你别说 通过今天你带来的梨啊 我还有点感想呢 你说说 咱们村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特别是生态方面 发展保护得多好啊 爸呀 我提个建议你看行不行啊 你说 你回去啊 再科学地考察一下 你带领咱们村民 把这个种植业给它发展起来 给它搞起来 咱给它搞成品牌 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是这个味儿 好不好 爸呀 咱也为咱们村的富裕 贡献一份力量 哎呀 你太有头脑了 这点你随你爸 你爸 不会是民营企业家 哎呀 多亏了二米粒 二米粒要不吃这个梨 我还 坏了 二米粒刚才拿我车钥匙干啥去了 他说不就三百多公里吗 一脚油的事 我要蹲在树上 把爸够不着的一拳造的 他蹲树上 对 他又不是个猴子 就是 妈呀 不行啊 我媳妇她怀着孕的 二米粒啊 我还是开车送你吧 二米粒啊 哎 正好顺路把我烧回去 我用不着买车票捡了 我太捡了我呀 我实在是 我没有不着买车票